中國大人版唸 《燈泉》 這是很真的好不好 怎麼不彩排的 沒有怎麼好彩排的啦 你看太多我們要接很多 我先見很多 學院你好 嗨 那些名字 你的大名是 王延珍 你是好怪喔 有人講絕名 誰叫你講絕名的 兩年都保暢 快三年了 快三年 傢俬快三個月的時間 也大概是三年多的時間 兩年吧 大概一年多 前後大概兩年 快三個月了 一年多了 那跟彼此班上同學還熟悉 還蠻好的 蠻喜歡的 老師上課的方式不會失敗 就是居老師他的教學有他的方式 然後就還蠻有條理 然後可能他自己會有分段式的教學 他的教學 邏輯非常的清楚 然後在 解釋上面文型上面的解釋 也條理都很分明 所以這其實在 在幫助記憶上面是還蠻有幫助的 老師上課非常有系統 然後就是可以用簡單面表的方式 讓原本陌生的日文 變得很像 是一個母語一樣 謝謝他 教我這麼久 然後也 就是有時候我也很多事情就是也搞混 他也不會覺得說我很笨 還是什麼 就反而會 就是反而有耐心的跟我再講一次 那個東西的 就是文法 然後文型 然後就是有的東西 就是 我還蠻謝謝他 我覺得他教課方式應該是 蠻適用於台灣人的方式 是 因為他會做文法的重點提醒 然後 也會帶一些就是延伸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蠻不錯的 嗯 我覺得他真的是很認真 然後 上課又很有趣 嗯 一次上三個小時 其實時間過得好快喔 其實還想說要再讀上一點 就是教學很有趣 然後 很樂意跟我們分享很多事情 所以他會跟我們講一些商用日語啊 或是 電話繪畫的一些 嗯 技巧 或是方式 全部啊 就很細心 由一會的時候問都會很 就是細心的解答 所以有不一樣的地方也會舉例 會啊 就是在課堂中都會發問 老師也非常親切的都會一一解答 非常地清楚 非常地清晰 就是 容易理解 啟發性的思考 可能就是不在我死輩課本裡的文章 可能就是運用在生活上 欸有這樣的連續 那如果換成那樣的話 你要怎麼說 我覺得他教學非常有系統 就是很 不管 簡單明瞭 我覺得是小班制 小班制 然後老師會注意到每個同學的狀況 跟進度有沒有跟上 或是同學哪裡不懂的地方 然後會盡量讓每個同學就是 都有 回答問題的機會 其實都還蠻不錯的啊 然後 老師一樣都會整理好文化給我們 其實學習起來還蠻方便的 然後也會帶我們講過 例如說像單字啊 繪畫這一些的 所以我覺得是OK 非常好 非常好 笑著那個 關你什麼事 哈哈哈哈 我這樣會頭 摸時間了啦 快點 go 有進步蠻多的 對 就從一開始不會 愛你沒有 到現在可以就是 講出完整的句子 有一些聽力跟文法上面 給我比較清楚一下 可能我自己工作的關係 然後自己幾乎 嗯 每次上課都有覺得在進步 就是 至少你不會再只是 阿英文 也不會只是在 わかりません 死にません 遇到日本人的話 至少還會 哈了個幾句這樣 聽力 就是在日文聽力上 也有進步了很多 哦 以前可能 聽了日文歌 沒辦法 很快的翻譯 裡面的日文歌 在唱些什麼 可是現在慢慢的 可以從日文歌 在編唱 可以慢慢直接 翻譯成中文 裡面你在唱些什麼 就是看日文 五十音的時候 有變得比較順暢一點 然後 每個禮拜上課的話 就是會 可能學到一些文法 然後 閱讀上面 有看得比較懂一點點 會 妳剛剛有猶豫了一秒鐘 我覺得OK啊 只要是有興趣的朋友 有提到的話 我都會跟他提 曾經外句日文這邊學過 之前有介紹我們又來過 一定會推薦他來 一定會推薦他來 為什麼妳要推薦他來這邊學 為什麼妳要推薦他來這邊學 因為我覺得這邊是小班子 然後妳就是會學的會比較 太急了 為什麼 繼續保持 繼續保持 就是說謝謝他啦 然後我們願意把 自己所知道的奉獻 然後無私的告訴我們 這樣子 很好啊 繼續保持啊 然後希望老師可以多 就是有一些影片的拍攝啊 或者是他曾經講過一些他想要做的東西 有利於學員的 我們都很願意看到 我很高興能找到這邊 這個 這個補習班 就是我也是從 去年才開始碰日語 然後學習到現在 也是從 就是 什麼不懂 就是都不懂 然後到就是 現在能使用日語 這個 嗯 就希望我可以自己 可以學得越來越好 然後 也希望 去日本語這邊的話 會有 更多的學生得到幫助 就 希望 可以 越來越好 然後 嗯 可以再 變大一點 加油 請擴大吧 希望去日本語繼續開下去 好 好